被男友和白莲花陷害入狱,出狱后,我意外得到了一个复仇系统。 借助系统,我让所有害我的人都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但没人告诉我,使用这个系统,最后要付出代价,出去以后好好做人,不要再犯事了。 我被狱警带着,从监狱里出来,他打开了闸门,抬起手摆了摆。 前面,还有人在等着你。 我本来没怎么注意他的话,听言,才疑惑地抬起头。 远处的马路边,停着一辆骚红色的法拉利,车前,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互相搂抱着站在那里,穿着亮丽,满身珠光宝气。 看着那两人,我的心好似猛然被什么抓了一下,疼得险些忘记了呼吸,理智也在火速,被怒火侵袭。 这两个人,他们怎么还好意思出现在这里? 当初,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栽赃嫁祸,我才会锒铛入狱。 在里面度过了生不如死的一年。 这一年以来受过的苦,经历过的痛,在这一刻全都转化为了恨意。 身体比我的思绪先一步做出反应,等我回过神时,我已经挥舞着拳头,冲向了他。 然而很快,我就后悔了。 我一个人,根本打不过他们俩。 特别,关东还是学过武术的。 他轻而易举,抓住了我瘦如干柴的手腕,将我甩到地上,笑着说。 我劝你冷静一点,预警还在后面看着呢,你想再回去住几个月吗? 我浑身一颤,后知后觉地转头,往监狱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里,一身制服的预警站的鼻挺,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又抖了一下。 忽然,一道阴影遮住了眼前的光。 周美美半蹲下来,捏起我的下巴,逼迫我仰视他,笑容跨意。 我和关东可是特地来接你的,你怎么能一见面,就动手呢? 真是伤人心,我恨不撕烂他的脸,咬牙正欲动作,却见他忽然被关东拉了回去,抱在怀里。 宝贝,别什么脏东西都乱碰。 明明一年以前,我们还是亲密无间的情人,现在却变成了他口中的脏东西。 周美美委屈地点头。 老公,我看七七根本就不接受我们的好意,再说了,七七坐惯了押运车,坐上我们的新车,估计也不习惯呢。 不如我们先走吧。 别惹他不高兴了。 什么结我,他们两个,从一开始,本意就是来羞辱我。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们光鲜亮丽,宛如两只高傲的孔雀。 而趴在地上,狼狈不堪的我,正如周美美所说,想挤了一条赖皮狗。 我恨不得现在就拿把刀把他们两个砍了,碎尸万段。 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拿着监狱里发的几百块现金,先在附近的老街租了个临时住处。 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地下室,简陋,散发着腐臭,到处都是灰尘。 但盛在便宜。 我打算先把床收拾出来,拿开床板上的一块垃圾后,却见那下面正放着一个旧手机。 手机按亮,空荡荡的屏幕上只有一个电子日记本的图标。 我下意识点了进去,日记本第一页,只有四个字。 复仇系统。 字体颜色鲜红,大到霸占了整个手机屏幕,看起来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诡异。 二这一刻,我的思绪仿佛被这行字蛊惑,又点了一下屏幕。 新的一行字显现出来,请选择你的第一个复仇对象。 顺着这一句往下看,屏幕上又接连出现了几个名字。 周美美 关东 我拿着手机的手,不由地握紧了几分。 复仇 只需要按下这个名字,就可以完成复仇吗? 先不论真假,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第一个复仇的对象,必然是周美美。 一年前,她故意带着一条大型犬来我家附近,找准机会撞倒了。 从小与我相依为命的爷爷,害得老人家惊吓过度,不治身亡。 我知道消息,去找她理论,却没想到,她早就报好警,等警察差不多来到时,把水果刀塞到我手里, 控制着我捅了她一刀。 我也是因此,被送进监狱。 往事浮现,心头的恨意越烧越旺,我伸手,点了一下周美美这个名字。 很快,屏幕再次出现变化,浮现出一行新字。 对象确认,请选择复仇方式。 这一次,屏幕变成了纯白,没有再出现任何选项,只剩下一个输入光标。 我试着在那上面,写下了几个字。 血债血长,到这一步,手机屏幕黑了下去。 接下来,不管我再怎么按,都不见它出现任何反应。 我把手机放下,后知后觉,自己的心跳有点过速。 这台手机,很诡异。 但那上面的内容,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只要能复仇,无论让我付出何种代价,我都愿意。 我抱着期许。 在地下室等了一整夜,只可惜,什么都没发生。 一直到第二天,我已经彻底失去希望了,穿好了衣服起身,准备先去外面,看能不能找到一份灵工。 打开地下室门的瞬间,却见有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拱了进来。 我被吓得猛退了一步。 这才看清,眼前的是一头金毛大型犬。 它的脖子上围着项圈,链子被挂在门口,我触手可及的位置。 我还没反应过来,又听兜里有什么东西想了一下。 我下意识拿出来看了看。 是昨天那部旧手机,昨天它死机后,我就随手塞进了兜里。 此时,手机屏幕重新亮起,显示出一张地图,标注着郊外的地址,还配了一段文字。 大概意思是,周美美现在正在这里晨跑。 看着眼前的手机和巨型犬,还有昨天发生的一切,我瞬间明白过来。 心底涌现出一股异样的兴奋。 我当即牵起了这条金毛犬,照着手机上给的位置,出门打了车,往郊外去。 到郊外只花了半小时,因为运犬,司机多收了我一大半的钱,但我不在意。 我顺着地图往前走,从山脚的盘山路一直走到半山腰,终于在经过一条小路时隔着高高的野草,远远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纤细有致,身形优美,是万千人心中白月光的代表。 我忽然很想笑,勾着唇蹲下来,摸了摸金毛犬的脑袋,随即解开了它脖子上的狗链。 乖,去吧。 三金毛犬仿佛听懂了我的话,上一秒还是乖巧温顺的,下一秒就如同凶狠的野兽,猛地窜了出去。 远处的周美美还毫无察觉,依旧在认真晨跑。 直到几秒后,金毛猛地扑到了她身上。 啊! 周美美被金毛扑倒,摔在尘尖还有些湿润的泥土地里,浑身脏污,一瞬间变得狼狈不堪。 她整个人都被吓傻了似的,盯着金毛,又往四周看了看,发现除了她之外,一个人都没有,顿时更害怕了。 金毛吐着舌头,尺尖还挂着晶莹的咸水,一步一步朝她靠近。 你,你,你别过来! 周美美撑着地面,不断往后爬,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挂满了惊吓的泪水。 她慌乱不已,试图用吼叫喝退金毛,盲目地从身后乱抓,抓到地上的泥土,往金毛身上扔。 只可惜,这些都起不到作用。 金毛依旧在不断靠近,直到又是一声绵长尖锐的叫声传出。 周美美被逼到了悬崖边缘,一时不察,整个人身体悬空,直接摔了下去。 我有些激动地在草丛后走出来,朝前靠近确认。 她死了吗? 没有。 问题刚出,就得到了答案。 我看到她了,她双手死死扒住了悬崖边缘的一块石头,勉强吊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 金毛仿佛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异样,趴在悬崖边,没有再乱动。 而周美美也注意到了走近的我。 她大概以为自己能够得救了,那张惊恐的脸上出现了几分希望,尖声喊我救她。 我在她的呼喊声中,缓缓走近,直至到了悬崖边缘,距离她双手勘勘只有半米的距离,居高临下,俯视着她。 就像昨天,在监狱门口,她和关东看我那样。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救我呀! 看我无动于衷,临近脱力得周美美极了。 我却没理会,只是冷眼盯着她问。 一年前,你利用那条大型犬,害死我爷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周美美眼底,似乎有慌乱闪过,但她现在,根本无暇思考这些。 你,你在说什么呀? 那些都是误会。 你先把我就上去再说,不然,我要是出了什么事,关东她也不会放过你的。 她从一开始,想跟我商量,到后来,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威胁,无所不用其极,只希望我能伸出那只手,拉她一把。 而我,当然不会如她的愿。 我看着她骂到最后,终于失去了支撑的力气,双手离开石块,飞速往下坠。 最后一刻,透过周美美那惊恐怨毒的双眼,我看到了自己。 那个表情无比兴奋,激动到忍不住尖叫的自己。 虽然手心的颤抖也在提醒着我此时的恐惧,但这些都抵不过我的兴奋。 我应该激动的。 这个害死爷爷罪魁祸首,真的死了。 悬崖下,似乎传出了一声闷响。 与此同时,放在兜里的老旧手机,想了一下。 恭喜完成第一个复仇计划。 请选择下一个复仇目标,似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 这一次,上面的名字出现了转变。 关东,齐寒,我盯着下方那个名字,捏紧了手机,片刻过后,才伸手,毫不犹豫选择了第一个。 关东,我的前任男友。 一年前,我被周美美陷害时,她不仅不愿意相信我,反而帮着周美美请了律师,让律师搜集好证据从严处置,最终把我送进了监狱。 在周美美出现之前,我本来也只是个普通的大三学生,虽然生活拮据,但我能靠兼职养活自己,也活得很充实,但现在,一切都毁了。 这件事,关东也有很大的责任。 既然当初不爱我,又为什么要来招惹我? 如果不是她,我和周美美之间,也许就没有那些冲突,爷爷也不会死。 想着这些,心底的恨意再度翻涌。 在看到屏幕上,出现选择复仇方式的字眼时,我不由自主地呢喃出声。 怎么办? 我不想让她就这么死了,我要让她,尝遍我这一年里尝过的所有苦楚,永远,永远生不如死地活在这世上。 我默默抬起手,在屏幕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要亲眼看着她,生不如死地活着。 写完后,我真实地将手机收起来,抬眼一看,悬崖边缘空荡荡的,那条金毛犬,此时已经不知所踪。 但我不在意。 我现在心里,只有对复仇的期待。 这一次,系统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帮我呢? 我的问题,第二天,就得到了解答。 一大早,我还没睡醒,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一家公司的HR,对我发出了面试邀请。 它表现得十分热情,仿佛,我身上有很大的价值,可以给他们公司带来庞大的好处。 或许,没有一年前的事发生的话,我确实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而现在,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复仇系统给的。 这是关东所在的公司。 HR告诉我,我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来走个过场,每天,就可以过来入职。 我求之不得,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换上系统准备的一套职场风套装,踩着高跟鞋,容光焕发地出现去了公司。 更巧合的是,我刚到办公室,就遇见了关东。 她现在是部门的主管,穿着光鲜亮丽,刚来到,就有一大堆的员工,恭恭敬敬地跟她打招呼。 而她一一笑着回应,提着公文包,刚准备进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抬头时,却见到了我。 只一秒,我清楚看见了她脸上的错愕。 你怎么会在这里? 关主管,林小姐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职员。 我旁边,刚给我办完入职手续,正带我找公卫的工作人员回答。 职员? 她瞪大了眼,眸中有许多的复杂情绪划过。 鄙夷,厌恶,愤恨。 但最终,她只是瞪着我,沉着声音说。 跟我进来。 我自她悠闲,在周边职员诧异的目光下,从善如流跟着走了进去。 一进门,关东前一秒还温和如愈的表情,立刻变得猙獰起来。 无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图谋? 她咬着牙问我, 没什么呀,出狱了,总得找份工作吧。 我含笑回应她。 就该是这样,看着她急眼跳脚,我内心中,抱负的快感也在不断加剧。 关东似乎是想发火,但她瞪着我沉默了片刻,又不知想到什么,脸上的表情松懈下来。 她痴笑一声,说。 我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 但我劝你,还是别想了,我现在,心里只有每每一个人。 说完,她又鄙夷地扫了我一眼。 毕竟,你也得到应有的报应了,只要你安分点,以后不再纠缠我, 以前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我可以允许你,留在这间公司。 她说的轻描淡写,收敛情绪之后,就好像,我这一年所经历的所有苦难, 在她眼里,都是不足挂齿的过眼云烟。 什么叫应有的报应? 明明就是他们两个,一手造成的。 心里的恼火再次上冲,我捏紧了拳头, 关东却没再管我,转身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 还不忘叫我出去,顺道把门带上。 我忍着想杀人的暴虐冲动,转身退出去, 无视门外工作人员惊异的眼神,直奔洗手间。 直到把自己关进隔间,我忍不住狠狠往墙上捶了几下, 发现怒火。 又拿出手机,死死握住。 我不想等了。 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要让他立刻就失去一切。 一想到,害我受尽折磨的罪魁祸首, 还每天衣冠楚楚,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 我就气得无法自制。 凭什么?凭什么? 老舅的手机仿佛听到了我的呼喊, 片刻之后,忽然震动了一下。 随即,屏幕亮起,慢慢浮现出两形字。 我死死盯着那些字眼, 心里的愤怒逐渐演变成了兴奋。 我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接下来两天,就如关东所说的那样, 安安愤愤上下班,没有半点异动。 直到第三天,我终于收到系统给我发的信息, 当下,拿着一个小型摄像头走进了男卫生间。 在我离开后,不到五分钟, 一男一女两人先后走进去, 相互抚摸着,开始清热。 不一会儿,窄小的隔间里, 就传出了令人脸红心跳的呻吟声。 而这时候的我,正坐在自己的工位上, 听不知道哪个同事大喊了一声, 你们快看公司群。 这,这不是关主管和和副总吗? 他们怎么会,真恶心啊, 办公室里的惊呼声越来越大, 他们所看到的,正是厕所里, 关东和这家公司一个女副总在交合的直播。 直播是系统帮我弄的, 他们只会看到内容, 而绝对不会知道是谁谋划的这一场直播。 这,就是前两天, 系统告诉我的, 能够快速毁掉这个人渣的办法。 他口口声声说, 自己心里只有周美美, 背地里, 却和公司成熟性感的女副总勾搭在一块。 或许他能升职那么快, 也是因为这个。 只不过, 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看着屏幕里, 忘情的两人, 心里期待的感觉再次翻涌。 好戏, 还在后头。 六关东是被保安赶出去的。 保安受到公司老总命令, 闯进厕所隔间时, 两人尚未完事。 女副总光着身子, 死死抱着他, 望我的身影。 被赶出去时, 公司外面大半的职员都在围观。 关东甚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光着屁股被扔出了公司。 我目睹了全程, 看着他脸上的快意, 慢慢变成惊恐, 失措和害怕。 然而, 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他把我害得那么惨, 怎么能是丢一份工作, 就能偿还的呢? 再次见到他是在第二天晚上。 在医院里, 前一天还身体健全, 坐在办公室里, 犹如一只高傲孔雀的关东, 此时, 双腿粉碎性骨折, 被纱布包裹着躺在病床上, 生不如死。 我向前台询问了地址, 提着一个礼物盒, 走进了他所在的病房。 下午好啊, 关主管。 我笑着跟他打招呼。 他瞪大了眼睛, 似乎没想到我会来。 他大概是想说点什么, 却又虚弱到, 连开口都做不到。 你, 见到我很意外吗? 我走进了他几步, 尽情欣赏着他此刻的丑态, 心情是前所未有的畅快。 真可怜, 你以后还能站起来吗? 我打量着他那两条腿, 问。 关东咬着牙, 死死瞪着我, 却说不出话。 我也不在意, 自言自语一样, 继续说道。 不管能不能站起来, 你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吧。 谁让你勾搭了自己公司老板的情人呢? 没错, 那天, 系统发给我的消息里, 也包括了这一条。 那个女副总, 是公司老板的地下情妇。 所以, 关东被辞退的第二天, 收拾完东西回家的路上, 就被路过失控的大卡车, 撞断了双腿。 关东眼里, 出现了几分震撼。 很快, 他就好像想明白了什么, 震撼变成恍然大悟, 又逐渐转化为恨意。 没错, 几乎不用问, 我也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 满悠悠继续道, 那场直播是我谋划的, 算作回敬你们送我进监狱的这一年。 你觉得怎么样? 还满意吗? 关东双眼越瞪越大, 我毫不怀疑, 他再用点力都能把自己的眼珠子瞪出来。 哦对, 我还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说完, 把精心包装好的礼物和拆开, 将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 那是一件纯白色的, 崭新的, 兽衣。 这可是我预知了两天工资, 在丧葬店里买的最贵的一款, 相信你, 不久之后就能用到了。 怎么样, 你喜欢吗? 我一边说, 一边把兽衣展开, 在他面前, 从头到尾仔细展现了一番。 你, 你, 这下, 关东再也忍不住了。 他不顾全身的疼痛, 用尽力气挣扎起来, 瘦弱的上半身不断挣扎。 瞪着我的眼神, 似乎恨不得立刻从床上下来, 把我活撕了。 只可惜, 他做不到。 他甚至连做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别生气啊, 难道说, 这个样式, 你不满意? 我挑眉问他。 关东被我气得不断挣扎, 最终从床上摔了下来, 像调离了水的死鱼, 奄奄一息地抽搐。 我站在他面前, 欣赏够了之后, 才离开。 七刚出门, 一条新的信息, 弹了出来。 请选择新的复仇对象, 这次复仇对象的名字, 只剩下最后一个。 齐寒。 我还没来得及操作, 另一部手机就跟着响了。 拿出来看了一眼, 给我打电话的人, 正是齐寒。 我接了。 每每这两天都没有回信息, 人也不在家里,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就听见了对方披头盖脸的询问。 美美, 又是周美美。 心里已经消米的怨恨, 再次涌出。 明明, 我们两个才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她却整颗心里都只有周美美。 当年, 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个律师, 也是她。 我们多年的情谊, 甚至都不足以, 在那关键的时刻, 在她心里换取一点信任。 周美美有什么好呢? 就算不跟她在一起, 也能让齐寒为了她, 做牛做马。 见过呀。 我随口回应着她, 同时, 在复仇系统的界面, 输入了几个字。 毁掉她的双眼, 一个瞎了眼的人渣, 那双眼,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填好操作的瞬间, 齐寒急切的询问声再次响起。 在哪? 在说话时, 复仇系统的屏幕上出现了几行字。 我照着上面的内容, 慢慢道, 我刚才经过她家, 见到她被几个男人绑起来, 带走了呢。 那几个人啊, 凶神恶煞的, 指不定会怎么虐待她呢? 我幸灾乐祸地说。 那边的齐寒, 立马就急了。 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我话里的诸多漏洞, 听完, 没再说话。 我只能听见, 那边传来了急切的奔跑声。 声音持续不到十秒, 又听风的一下, 夹带着惨叫声从电话里传出。 我满意地听着, 脸上笑容更大。 就在刚才, 系统告诉我, 齐寒现在所住的小区, 电梯正在维修。 而她那一层楼梯, 刚好被一个调皮的小孩, 不小心往楼梯上, 洒了一整瓶机油。 她那双眼, 废了。 走出医院, 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曾经, 把我害得那么惨的三个人, 现在, 全都得到了报应。 真是, 太好了。 一路回到家, 我的新家。 用新工作预知的工资, 刚租下来的, 两室一厅小公寓, 在市中心, 很方便上下班。 曾经欺负我的人, 现在都造不成威胁了。 而我的新生才刚刚开始。 有了这个系统, 以后也没人能伤害得了我。 我兴奋地想着, 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 掏出装载着复仇系统的手机, 正准备继续研究一番。 下一个, 该报复谁呢? 这些害我坐牢的, 都完了。 可监狱里, 还有呢? 刚进去时, 联合宿舍里其他人, 一起欺凌我的大姐头。 还有隔壁宿舍, 喜欢在洗澡时, 对我动手动脚的肥婆。 看到我被打, 视若无睹的预警, 他们每一个人都该死。 心下还没做好决定, 手中的系统, 却猛地震动了一下。 随即, 屏幕开始闪烁。 几秒后, 显示出一行新的红字。 下一个复仇对象, 077, 把我的笑容凝固了。 怎么会是我的名字?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我有些慌了, 赶紧伸手去按删除。 然而这次, 手机却根本不受我控制。 无论我怎么按删除, 或是其他操作, 眼都无济于事。 系统闪烁了一阵, 很快又出现一行新字。 请选择复仇方式。 坠楼, 双腿残疾。 确认成功, 等待执行。 最后这一行, 带着感叹号的红字出现完, 系统再次黑屏, 陷入沉寂, 任我怎么去按, 或者摔打, 都没有任何用处。 这就像一个彻底死机的废品,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无法惊动它。 怎么会这样? 我抓着这台手机, 回到房间, 把自己整个人都蜷缩在床上, 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 刚用这个系统, 报复完三个仇人的我, 内心非常清楚。 如果它真的有所动作, 那我, 必死无疑。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我只不过是利用它, 发挥了它应有的用处。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用这个系统, 需要付出代价? 凭什么? 我心里不甘, 又害怕得不行, 忍了再忍, 最终还是拿起手机, 颤颤巍巍开始说, 我, 我后悔了, 我不报仇了, 行吗? 我不想再报复任何人了, 周美美, 还有关东他们, 怎么样都行, 只要, 只要能撤销掉, 最后这一条复仇计划, 只要, 能让我平平安安活下去, 让我付出什么都可以。 我知道, 它是能听懂我说话的。 不然, 之前关东报复关东时, 它也不会那么快, 给出回应。 我一开始以为, 只要能复仇, 让我怎么样都可以。 但现在, 我改变想法了。 没有什么东西, 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但, 这个现在, 才出现的想法, 没用。 复仇系统, 根本没有回应我。 接下来好几天, 我都没敢出门。 每天躲在家里, 饿了就点外卖, 确认外卖员走后, 才敢小心走出去, 把外卖拿进来吃掉。 很奇怪, 也很令人庆幸的是, 我所担心的失去, 并没有发生。 我躲着的这两天, 什么都没发生, 那个复仇系统, 好像从来都没出现过似的。 留在我家里的, 似乎只是一只老旧失修的烂手机。 直到第三天, 害怕的事情没有发生, 公司的电话, 倒是打了过来。 刚一接通, 就听到了上司披头盖脸的骂, 质问我为什么不去公司, 让我不想被辞退, 就马上过去。 入职这家公司, 是为了报复关东。 但不可否认, 这里的福利很好, 月薪也高。 并且, 除了这家公司之外, 我只怕很难找到其他体面的工作了。 我不想丢掉它, 犹豫再三, 还是忍者害怕, 起身换衣服, 小心出了家门。 每走一步路, 都小心翼翼。 回到公司, 同事们脸色如常地跟我打招呼, 我也照常工作, 直到时间到了, 随着人流下班, 回家。 好几天过去, 似乎什么事都没有。 我也慢慢放下了心。 或许, 这个系统已经失去了它的能力了吧。 就我心里隐约觉得, 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 但我也并未因此放松警惕, 每一天上下班都谨小慎微, 尽量不去高的地方, 也注重保护自己的双腿。 就这样, 过去了半年。 曾经, 那些让我恨之入骨的仇人, 已经被我遗忘在了时光的洪流里。 我升了职, 每个月拿着令人羡慕的月薪, 日子仿佛在一步步变好。 这天, 我照常打扮好自己, 回到公司上班。 新来的员工拿着一份文件, 走进来敲了我的门。 七七姐。 她脸上带着客气十足的笑容, 甚至于还有几分奉承的意味。 你说的那个项目的文件, 我整理好, 发到你的邮箱里了, 你记得查收一下。 好, 稍后就看。 我从电脑屏幕中抬起头, 回应。 这个新来的, 是个小姑娘, 大学刚毕业的年纪, 绑着高马尾, 脸上洋溢着几分 还未完全退去的青春气息。 俏皮又可爱。 她点了点头, 却没有立刻离开, 扒着门口看了我好一会儿。 等我注意到她, 刚准备问她是不是还有事实, 才听她开口。 七七姐, 你今天气色真好, 像个大学生一样。 我愣了一下, 笑着回应。 真会说话。 说起来, 我也不过大学毕业不久的年纪, 和她差不多。 而现在, 能有这样的地位, 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小姑娘吐着舌, 退了出去。 没过多久, 我又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一个月前, 我搞定了一个大项目, 自那以后, 老板一直很重视我。 小林啊, 上次那个项目, 昨天已经成功签下来了, 多亏你啊。 电话那边, 老板笑着说, 语气满是欣赏。 都是应该的。 我也笑着回应。 老板念叨了好一阵, 说我后生有为, 有天赋, 好几分钟后, 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 顺道给我, 安排了月末的奖金。 对了, 她唠到完以后, 才又想到什么事的, 忽然说道, 下午, 国外会有几个合作伙伴, 来我们这儿视察, 下午两点的直升机, 停在咱们集团顶楼。 你等会儿, 亲自去接一下。 我淡定地硬下来, 听着老板一边说, 把事情交给我, 很放心, 随后才挂断电话。 下午1点50分, 我整理好自己, 踏上了通往顶层的电梯。 能直接开直升机过来, 想必不是简单的人物。 老板让我亲自去迎接, 应该是有将这个项目, 交给我的意向吧。 这样一来, 等做完了项目, 年底的奖金, 估计还能翻上一番。 想着, 电梯刚好也到了, 我走出去。 这里的天台, 没有护栏, 只有最中央, 有一块面积刚好的停机瓶。 我一边拿出手机, 准备看看时间, 顺便让下面的人提前准备好茶水, 一边往中央走。 没走两步, 脚下却仿佛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啊, 嘴里的惊呼, 脱口而出, 视线的最后一秒, 我看到了一根突出的钢筋。 我的身体悬空了, 正在飞速往下坠落。 掉落的前一瞬, 我的脑子里, 猛然回想起那个复仇系统, 应验了。 使我猛地睁开眼, 耳边, 有一道熟悉的男生, 正叙叙叨叨说着话。 仔细一看眼前, 干净的病房里, 身形干瘦的男人, 正垂头认真说着什么。 如同枯枝一样的, 双手放在膝盖上。 就如同他整个人, 生命力仿佛已经枯竭。 当年都是我不对, 不应该不相信你。 琪琪, 如果你还能清醒过来, 我愿意付出一切。 男人说着, 抬起头来看我, 也露出了他那张憔悴的脸。 他是关东。 我瞪大了眼, 仿佛呼吸也跟着停滞了。 我想起来了, 我没死, 但也根本没有什么复仇系统。 一切的一切, 都不过是一场梦。 一年前, 我入狱之后, 在里面受尽欺辱。 很快, 精神就崩溃了, 被转送到了精神病院。 到今天, 这个噩梦结束之后, 我才清醒过来, 脑子里的混沌逐渐变得清晰。 这段时间的事情, 我也全部都想了起来。 一年前, 关东向着周美美联合齐寒, 把我送进了监狱。 但很快, 他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并不是周美美所说那样。 为了帮我洗清嫌疑, 他假意和周美美恋爱, 甚至跑到监狱羞辱我, 最后终于套出周美美的话, 把他送进了监狱, 也帮我洗清了嫌疑。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疯了, 只能住在精神病院里。 还有齐寒, 他确实喜欢过周美美, 为了他打官司送我入狱。 但到最后, 他也还是留了情面, 不然, 依照周美美对我的诬陷程度, 我不可能只坐一年的牢。 到最后, 发现真相, 帮我平反的, 也有他。 这些都是最近几个月, 关东来探望我, 在意识不清的我面前, 忏悔时说出的话。 当时没听进去他的话, 现在倒是回想起来了。 如果, 如果当时不是我, 对你不够信任, 你也不会, 关东说着, 捂住了眼睛, 声音乌液, 肩膀也开始微微抖动。 我仔细看了他一会儿, 他真的憔悴了很多, 甘瘦如柴, 毫无疑问, 我在精神病院的每一天, 他都生活在悔恨和煎熬里。 在监狱里, 我确实满心, 只想着报复, 想让他们都死。 但现在, 我忽然释然了。 就像那场荒诞的梦一样, 复仇需要付出代价, 到最后, 我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再者, 关东也已经付出代价了。 我叹了口气, 算了, 原本还在无脸痛哭的男人, 听到我的声音, 猛然将注, 不可置信地抬起了头。 带我去找医生吧, 我醒了。 我对他说, 七七, 七七, 你, 你真的没事了? 关东脸上的震撼, 慢慢转变成了惊喜。 我笑了笑, 点点头, 眼底一片清明。 接下来, 关东带着我去做了各种检查, 最后接我出院, 帮我一起找到新的住处和工作。 齐寒也来找我道了歉, 现在的我, 看着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怨恨的感觉。 我只想好好工作, 好好活下去, 弥补这一年多以来, 错失的时光。 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